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叔叔阿姨 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蓝眼蓝不住 我是小龙,我要来啦 正前几期视频网友的强烈要求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位非常有格局的三农领域创造者 乡野农哥 农哥来自河北邢台 最早一批做三农领域的自媒体创作人 文质彬彬,长相帅气,一表人才 但是啊,这些词语啊 都不足以概括我对这个男人的敬佩啊 好吧,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就仅仅推算一下 农哥在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收入 给大家和我看一下农哥在平台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887条视频 拥有粉丝99万 三农达人团成员 优质三农领域创作者 对我所了解啊 农哥的粉丝今晚会破百万 非常厉害啊 大家和我一起看一下这张截图啊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了农哥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369万 然后我们拿369万除以10 就能得出农哥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 大概在37万左右 按过农哥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他的视频的右上角会显示一个西瓜视频独家 就是这个标志啊 也就是他简介里写的三农达人团成员 也就是说他是西瓜视频独家签约的视频创作者 所以说他的作品一万次播放的价格应该是在70元到100元之间 今天我们就按照最低的70元来计算农哥的一个收入 然后我们拿单条视频37万的播放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70元 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收益应该在2600元左右 我查看了农哥半年多的视频啊 了解到啊 他是一个日更的视频创作者 每天最少一条视频 一个月大概有30条视频左右的更新 所以我们拿2600乘以30 就能得出农哥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应该是在78万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 还能剩下62万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62万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农哥在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 大概在74万多一点 这个70多万仅仅只是农哥在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获得的播放收益 如果再加上农哥其他的收入 一年的话轻松七位数以上啊 这些数据只是推算 不是很准确啊 但是应该也差不多啊 视频的最后啊 我想说农哥的心胸以及格局真的让我很感动 大家知道啊 在农村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过得好 好多一部分人都是门缝里看人 可是农哥从接触自媒体以来 把自己身边的朋友亲近 全部都带动起来 虽然说不能大富大贵啊 但是改善生活条件啊 还是相当可以的 最后啊 我们祝农哥的父母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祝福农哥家庭生活越来越幸福 以后的自媒体之路 前程刺进 好兄弟们 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龙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